美国白宫6月6号表示 总统拜登免除了对四个东南亚国家的太阳能电池板关税两年 并援引国防生产法来刺激国内太阳能电池板的制造 白宫表示 关税豁免适用于来自柬埔寨、马来西亚、泰国和越南的面板 并将在美国制造业增长的同时充当桥梁 早前有报道称 拜登将发布公告确保占美国进口量约80%的太阳能电池板不会面临关税 包括追溯性征收关税 据了解 此举是为了回应人们对全国范围内冻结太阳能项目 及其对政府应对气候变化计划的影响担忧 3月份宣布的调查 正在考虑从这四个国家进口的太阳能电池板中 是否规避了对中国制造商品的关税 白宫表示 国防生产法还将用于扩大建筑绝缘材料 热泵 变压器和燃料电池等清洁发电燃料设备的制造 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说 拥有更强大的清洁能源武库 美国可以成为盟友更强大伙伴 尤其是面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乌克兰发动的战争 明镜头发动的电池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